现在网上高度怀疑啊 俄罗斯黑海舰队 舰队司令被炸死 但我们的官媒呢 似乎还没有确认这个消息 我们的官媒如果没有确认呢 我们就也不敢确认是吧 因为我们我们只只跟着官媒跑啊 但好像境外的 有提到炸死了啊 但我们分享一下啊 我们环球时报的报道 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被炸 伤亡成谜 巫军22日对俄黑海司令部大楼 实施了导弹打击 在打击的同时呢 也不知道是敢巧啊 也不知道是有意安排的 反正就是有一个英国记者吧 正在那里采访 他身后那个镜头 刚好就记录下来 导弹 记录 击中了那个 俄国的国防部的那个大楼的镜头 那么俄罗斯也证实了 乌克兰也证实了 俄黑海舰队司令部遭到了导弹打击 针对该大楼袭击造成的严严伤亡 情况成谜 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宣称 打击造成数十名俄军高级军官伤亡 甚至有乌梅称 俄黑海舰队司令维克多索科洛夫身亡 不过乌方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俄方的证实 俄军事专家称 在这次打击行动中 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为乌方提供了情报支持 俄军将对乌决策中心等重要目标 实施严厉的报复性打击 在乌军口中 这次导弹袭击的战果非常丰富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24日报导 俄军黑海舰队司令部22日举行舰队指挥员会议 乌军在获得相关情报后迅速发动导弹打击 导致数十名俄军军官伤亡 其中包括黑海舰队最高司令和最高领党层 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 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十六人受伤 受伤者中包括扎破罗热方向 俄罗斯部队指挥官 亚历山大罗曼丘克上将 以及俄北方舰队 第200独立禁卫模特化步兵旅指挥官奥列格采科夫宗将 但他没有证实乌媒宣称的俄黑海舰队司令死亡的说法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4日称 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打击表明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无法对付乌克兰接收和使用的西方远程导弹 截至本报发稿 俄军方没有对乌军相关说法进行回应 俄国防部在袭击当天通报称 基辅对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导弹袭击 俄防空系统击落了莱西导弹中的五枚 但具有历史意义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大楼遭到损坏 一名军人失踪 他这里就失踪了一个明显的大毛子 就没说实话 对于此次袭击使用的武器型号 乌军方称称是西方提供的巡航导弹 但没有具体指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 俄罗斯消息报23日称 乌军发射了数枚英制风影 风暴之影隐形巡航导弹 集中袭击了俄罗斯的重点目标 对乌军打击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的原因 俄军俄专家普遍认为是西方提供了情报 据报道 在乌军发射导弹之际 美军数架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周边是抵禁侦察 包括P-8A反潜巡航机 RQ-4全球鹰无人机和E-3预警机 因此美国可能与乌方提供了重要情报 并全程对乌军导弹进行引导 俄空军特总坐在司令部防空导弹部队前 指挥官谢尔盖哈迪勒夫指出 俄指挥部一个重大的错误是 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没有对防空部队的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 不少俄专家认为 俄军应该发起对乌军安全部门及决策中心等 重要军事目标的报复性打击 甚至还能打击乌克兰电力铁路基础设施 那不就是恐怖主义吗 对民用设施要进行攻击 哎呀 真是样子 大孝子们不舒服了 这个老贾的帖子呢 这个第一就是画圈的这个位置啊 呃就是他们开会的位置啊 那么乌克兰获得了情报呢 呃说他们在开会啊 啊 是在这个位置好像啊 在开会 然后一个导弹就进去了 打完了以后呢 这些人不就通过这个大厅撤离吗 外面要来救吗 然后第二步 隔了一段时间 第二步 第二步又来了 奔着这个大厅来 所以说 死伤无数 啊 哦 在这里 在这这这这个清楚 这个清楚 嗯 首先这个导弹 据说是发射了英国风暴之 之影吧 啊 发了这个位置 这里是这些个家伙们 这些坏蛋们在这里开会的地方 一导弹就来了 然后这些人逃命 上这边逃 这里又来了 紧接着这里又来了一颗 死翘翘了